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震悲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震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长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静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亦平静制反网》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一位抖音网红 《周向、陈冠希》 内地的新闻社就直接 两个字就是当,就是黑钱 其实那是什么事呢? 原来有位抖音网红就当面 喂,可不可以付300元给我? 微信转账我可以吗? 为什么要付300元呢? 没有为什么,叫你拿就拿 好像穿到新光颈领 怎么付你呢? 其实呢 因为陈冠希主理的C字头潮牌 很厉害 20周年了 日前 陈冠希本人更加在美国的LA 就举办了一个实体活动 邀请粉丝和消费者共商成举 甚至就拒带他买出来的商品 那些商品 陈冠希会帮你创作这个图丫 也就是有签名的 另外 粉丝在现场就和陈冠希提问 聊天来者不拒 不过有位抖音网红更加直接 就向陈冠希本人 就说 可不可以转 300元给我? 用微信 转账给我? 那陈冠希的反应呢? 我们看一看 陈冠希本人 你看到 他现在貌似 是不是因为做了爸爸 他人 随和了很多 其实小弟也是 我觉得自己也是少了分类气 因为始终有小孩 陈冠希在现场 帮你 三护鞋物 你帮他买东西 他帮你涂鞋 或者贴东西 甚至 一直帮粉丝 是创作了整个下午 这个举动 令粉丝说 真是 很疼我们 当然 不理会拍照 聊天 提问 因为陈冠希 一般来说 都比较囚困 原来 这次来者不拒 展现出很亲民的面 不过这位 抖音网红就直接 当面黑钱 这是内地媒体的说 微信转账300元 行不行 甚至 他是把自己的QR Code 拿出来 令到陈冠希 整个人 露了嘴 这位网红的名字 不帮他买广告 他只是想出名 他叫 什么 鼻鼻 啥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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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 先是 就跟陈冠希 表示 我很喜欢 你的东西 陈冠希 有时候 有时候都想动手动脚 原来 他怎样回应 他就笑一笑 接下来 专注在这些 牛仔虎上 帮人创作图 同时也说 我要三亿 三百元 是不够的 有人就说 咦 好似 这么正常 人家问你拿 微信转就三百元 不是你问人拿 当然 有人就说 陈冠希 好像改了姓 转了史姓 脾气那么好 你知道 陈冠希以前 以前 不多 是 你的记者或者对记者 态度比较差 我记得他以前受访问 突然之间离职都试过 当然 也有人说 这位抖音 网红为了薄流量 自己做事 好像不多尊重人 实陈冠希 这个人 他都为了薄流量 但是 有没有感觉 你是觉得 有一刻 是感觉到 他们是做梅的 我没有 我回来觉得没有 我回来觉得没有 你说回 陈冠希 其实 以前的行为 也是 不太好的 好像2004年 3月15号 在闹市当中 被 两名 15到17岁的 少年 动手 事发当日 原来他打算在中环的发型屋里剪头发 两个 少年 嘲笑他的母子 他说你都不懂 你都不是这些材料 两个少年 就推低他 当然 当时想走 陈冠希 在中环闹市 就追他们 你看 以前他真的是 年少欺盛 对 追他们 最后两名少年上了巴士 陈冠希 拦截到巴士 最终 他们在巴士上被捕 另外 还有 还有 在07年的时候 陈冠希 就驾车 回到半山区 的御所当中 因为 驾驶问题 就和的士司机发生口角 后来的士司机 就回到车 陈冠希就很生气 使出陈氏无影脚 令到这部的士受损 他后来 就向司机赔钱 当然 获得控方 不提出起诉 就用1000元港元 是签保守行为12个月的 幸好 他令我想起一位 电影角色的儿子 电影角色的龙午 噢 就是 有左有右的 有左有右 但他们是向司机动手 不是对司机北部车 是的 有左有右 另外 当然 陈冠希 2016年的时候 7月28日 他突然在微博 软地说话 用一连串英文 骂差林志玲 阿智链就说 你真是 一个 样衰到 爆的什么什么 B字头那个 当然 令到 网上 热义 更加 你看他 他跟网民真是可以 开马 所以 你知道 他真是 他生气起来 他不理你 现在 爱迪生辰Edison Chan 好像脾气好了很多 另外 更加跟他相识多年的一位 阿哥 亦都说 你这样 好像不是那么对 陈冠希 就说 谁跟智灵姐姐 说话呢 我就骂谁 究竟是什么事 真是不知为什么 这件事真是不知为什么 当然 之前他跟记者 有很多磨擦 你知道 他 最大件事 当然是闪卡的事件 这件事我们不多说 实在 太出名了 太出名了 当然 陈冠希 自从他女儿 出世之后 事实上 人都改变了很多 他的女儿 就叫 什么 免得说 被网民说 不同了 父爱如山 这也是好事的 这也是好事的 其实他的这位伴侣 原来在2016年 被发现 他的伴侣是 上海无特宜 在上环一间酒店 在酒店 大家相处过一晚 相处过一晚 怎样相处就不知道 不知道 其实 这个 秦小姐 即是他现在的伴侣 原来 他之前是有位先生的 这位先生 亦都是内地 某大的 娱乐公司的 董事总经理 原来当时他就说 我和 秦小姐未正式离婚 我的老婆是不是 令到我的头鹿油油 秦小姐在微博说 其实不是 我和 赵生 即是他的前夫 已经签了这个协议 不知为什么你还是这样 对我 当然 这番言论 就是 帮陳冠希 秦小姐 秦小姐也说 首先多谢大家关心 对于这些 舆论的事情 我一定澄清一下 我和赵生 早已经是签署了一份 写好了的离婚协议 我是没有心炒作的 但是面对误解 我不希望为任何人带来困扰 其实就不想为 陈冠希带来困扰 他又说不明白为什么还是这样对我 我们虽然 夫妻袁俊 也祝赵生 一起安好 当然 陈冠希先生 他说回这个潮牌 20周年 他旗下 也挺厉害 很多人排队 他因为出了 三件单品 也引起了这个抢购潮 当然 排队当然是多 不好意思笑一笑 他说 外面排队的 是一些阿公阿婆 为什么 为什么 是不是排队党 应该潮牌应该比较年轻一代 是的 因为这个媒体说没有想到 原来 这些是叫老人家代排队的 一些人士 原来一堆阿公阿婆在外面排队 排潮牌 原来 这个 陈冠希的潮牌是C字头 跟L字头那个很出名的牛仔虎那个 就是Cosova 合作推出三件单品 都挺贵的 因为他在台湾地区买 台湾地区有台北和台中都可以买 一件牛仔羽絨外套 12900元新台币 牛仔西式 聪明衬衫 7900元新台币 最受关注的就是501牛仔虎 售价就是 8900元新台币 这个反而价钱OK 因为 但它是Cosova 也算是名牌 当然你也可以说 陈冠希也是名牌的 其实价钱不便宜 但是 真的有抢购风潮 原来这些 公公婆婆 是帮人做黄牛的 最搞笑的是那些媒体拍摄的时候 因为这个是限量版 没有想到 变成了台湾媒体的 潮公潮妈 他们叫做 这么多公公婆婆去排队 当然 一大堆的公公婆婆排队 陈冠希 他也是 在这个 店门口 又站了一阵 想不到 他会很惊讶 为什么 应该会 应该会 这么潮 公公婆婆都来光顺我 证明我 惊讶 原来不是 是 说回其实我们说的 陈冠希的 一个对手 就是余文洛 记不记得我们说的 牌子就是 在天猫 在实体 天猫28号停止营运 北京的实体店也不逐租 这些台媒就说他得罪中共 这个好笑 其实不是 因为他身体也是一样的 我们来看看 现在日立北岛的 四个 潮牌 由 艺人 创造 原来 陈冠希也是其中一个 陈冠希 而且还是这四个牌子当中 是买得最好的 狮子头那个 我看过一个 纪录片 你看到他好像串串过 其实他 选择材料 很认真的 他有个高中和华西人 是帮他看得很紧的 材料各方面的东西看得很认真的 另外 另外一个牌子 就是周董 周董 就是 P字头 但是说真的 周董因为他的娱乐事业 如果跟余文乐比 因为余文乐 自从结婚之后 是少了出品 周董事实上 是 娱乐事业 仍然是做得挺好的 所以 他能保持人气 另外一个牌子 原来吴建豪 吴建豪的潮牌 也不错 也是不错 之后还有一个潮牌 就来自 吴月天 反而我不知道 吴月天 我知道吴建豪有五月天 我就不知道 这四大潮牌 原来 仍然能立不倒 但是余文乐的 有点难度 有点难度 好 今天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